谢官家生必捍卫贵妃 还请官家赐恩 送官家回扶宁殿 张美人侍奉官家多年 又曾育有三位公主 她曾为女祈福 宁殿为此 多年为迁 宫变之时 她真情真性 欲以先弱之身护驾 官家亦感怀不已 不妨尽至为妃 你去告诉她我不要 别说妃卫 就是那忠公之位在我眼里 都不算什么 玉涵 官家 珠宝 旗珍 名粉 我都喜欢 但我只喜欢你给我的 不稀罕其他任何人的赏赐 我厌恶你的皇后 你说什么 都只能让我更加厌恶她 我不跟你争执 我也不劝你不要怨恨 但是我要求你 不可因怨恨而伤害别人 不可故意挑衅皇后令她难堪 其他的 只要你喜欢 这四海之地带有 我都给你寻了来 谢官家 生必捍卫贵妃 还请官家赐恩 也不是不可 省得以后再费周折去生前 我会去跟皇后说 我想她也不会反对 送官家回扶宁殿 这是从哪儿来的 王拱臣夫人 真是送给我的 这是定谣弘辞 她是怎么说的 我早说过 宫中用物不可过舍 几年前就下令 不许定州进口红瓷器 这样 不久前陛下亲口说过 臣妾只要不害人 不挑衅皇后娘 天下什么东西都要 朕说的是 你想要什么跟朕说 朕自会想办法给你 谁说你可以私通沉疗 互相馈赠了 朕爱你疼你 你却以此要挟 你何时才能懂事啊 只要陛下答应 深究婆婆的死 是谁陷害 正反了那用心机杀人的 烟狗张茂泽和他的主子 张茂泽的主子是朕 好大的架子 他不是病者吗 他又像灯笼锦穿上了 管他不是说了不许穿 今日气色不错 身子好些了 大概是衣服比较贴气色 这衣裳虽好看 但质心露花太过奢侈 穿过今日 以后就别再穿了 官家放心 臣妾以后 永远都不会穿 永远都不会穿 我相信我相信 没人比我对你过得好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的恩君 哪会这么多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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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